那么你的视频最近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有没有出现不能赚钱呢 最近呢YouTube更新了一个官方政策 那么从2025年7月15号开始 系统将大规模的清理AI频道 AI视频频道 如果你的内容呢 属于批量生成重复性高 哪怕你是原创 也有直接被踢出YPP 变现计划的可能性 欢迎来到小悠儿AI技术学堂 那么如果说你正在做AI视频 想要靠广告赚钱 那么这一条YouTube的新规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相信小悠儿很多订阅者 都是在做一些AI视频的 所以今天可以给大家出这么一期视频 希望对我的观众朋友们呢 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就在这两天 YouTube他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定 YouTube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更新 那更新内容为 从2025年的7月15号开始 YouTube要加大力度 清理那些批量生产 重复性高的一些AI视频频道 即使你打着原创的旗号 如果你的内容呢 千篇余虑 也有可能被直接踢出YPP 就是我们YouTube的一个合作伙伴计划 广告收益 可能说没就没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新出的新规的三大核心要点 第一点啊 如果你的内容 你的频道里大多数视频呢 只是换个角色 配色或者场景换个背景 结构却完全相同 我们所谓的一个换汤补换药啊 就是里面的这些剧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YouTube会认为你在做重复内容 有可能会砍掉你的一个广告资格 这个是第一点啊 那么第二点 系统将使用算法主动识别 那些自动生成的一些AI视频 那么它的系统会自动去识别这些AI视频 第三点啊 即使你没有违规 只要缺乏一些独特性 那也有可能不让你赚钱 有的那它可能会是自己的一个真实 制作的 并且经过一个深度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内容啊 但是哪怕你没有违规 只是缺乏一个独特性 这个独特性 所谓的跟别人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这种它也是有可能被暂停广告的 那么接下来 哪些视频最危险啊 什么样的视频会被清退呢 这我举两个例子了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一个就是AI自动剪辑循环内容啊 只用一套固定的流程 把AI生成的动画呢 画面呢 音乐呢 一古老的把它堆切在一起啊 毫无旁白和解释 这种视频呢 相信成绩大家都刷到了很多 它没有配音 它也没有一个解说员 一个画面和音乐堆在一起 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生产出来的是批量生产的 首先它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是批量生产 第二就是一个重复性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批量生产的内容啊 那这个指的就是一些AI工具 那现在这些AI工具呢 其实是非常的多 或者是用一些模板自动化的流程 它可以快速的产出几十 甚至是上百条结构相似的一个视频 比如说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AI猫猫 那还有这种AI萝莉 还有这种AI切水果等等这些频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视频呢 都会是这样子的 我这里指的是呢 用同一个Plant 这个提示词生产出来的动画 再自动配一个音乐 完全不讲解 也不经过一些加工 那么这种就是典型的 就是一个批量生产 那接下来说一下 什么是重复性的内容呢 那简单来说呢 视频之间呢都是高度相似的 缺乏这种差异化 比如说在这种100条视频里面呢 只有角色颜色换了 场景稍微变了一下 那么其他的结构完全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里呢 我也无意刷到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 有一位用户呢 在分享说他自己呢 做了一个AI卡通变装的一个频道 那么他的一个角色和动作呢 都是一样的 仅仅换了颜色和表情 那结果呢 他就被系统判定为重复性内容 那不过这位创作者呢 他也进行了二次的申诉 并且呢 成功的通过了YPP的一个审核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申诉时呢 他强调了 自己他使用的是AI生成的图像 那么他的图像是原创的 并重新整理了频道的内容 并且减少了一个雷同的一个结构 所以他最终获得了电线的一个权限 所以这里要说明一点 重复性的结构的视频呢 确实会被初步判定为不合规 但是如果确实是原创的 你有明确的一些加工讲解 就比如说小鱼儿的 确实也是做一些AI讲解 会讲解一些AI的这些 但是呢 小鱼儿可以 我虽然没有露脸 但我自己的声音 这个是我自己原生 自己配的一个讲解 一个旁白 那么这里大家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 比如说收到了YouTuber的一个通知 或者说取消了你的资格 大家也不要着急 遇到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对你的频道进行一个优化 那么也有可能恢复你变现的一个资格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 我们如果做的是一些AI视频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避免这种结构的一个雷同 并且要强化每条视频的一个差异化 和解说的一个深度 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YouTuber呢 他就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个下架活动 最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针对有一两个热门频道 因为这种频道呢 那他呢都是制作一些预告片 他的累积一个数百万的播放量 那么这些视频呢 他其实都是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些图像 并且他重复拍摄的一些速册和推理性的一些角色呢 组合结合在一起 因为他是使用了一些重复的模板 误导了观众啊 所以他被移出了一个变现名单 时候又有两个比较厉害的一个YouTuber频道 也失去了这种盈利权 去根据这个报道呢 也是这两个频道呢 也是都与最初被标记的账号 背后的创作者也是相同的 此前也是有大批量的一些频道呢 被下架 曾经小云呢 这个频道呢 也收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 被移除的这样一个通知 或者很多朋友可能也收到了这种呢 你的YPP资格被取消 那避免这样的事情哈 以后能够不再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或者不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要去做好这个视频 所以说我们一个普通的创作者 要怎么做才能继续安全变现呢 相信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整理了四个可行的一个方向 首先呢 我们可以啊 就算你不出面啊 你做的是一些AI视频 不出面 我们也首先第一呢 我们要打造一个AI虚拟角色 那么细心的小伙伴呢 在观察小云的视频的时候呢 相信可以在这个右下角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虚拟的头像 你可以给你的虚拟角色呢 取一个名字啊 设定一个性格 或者一个世界观 并且每期视频都要有不同的剧情 和一个情绪啊 这样系统它就能识别出 你的一个系列化 有故事的一个内容 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虚拟头像啊 其实制作这些虚拟头像 非常的简单 这个我们像这种 用AI就可以完成 那这里你可以用GPT啊 比如说你的一个内容 大家也不用着急 现在有了GPT啊 其实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以啊 每期的剧情都不一样啊 用一个AI人设 加一个内容设定 每一期视频都是不同的剧情啊 你可以用同样 统一的一个角色 剧本方面 我们可以直接让GPT帮我们写哈 那这里我使用的是GPT GPT Plus版本哈 这里还没有GPT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 有一个GPT的一个成品账号哈 可以便宜合租啊 这里有了它了之后 我们很多一些脚本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交给GPT 同时啊 你要想生成一个AI的一个AI虚拟人物 这我们可以直接让他帮我描述一个AI虚拟人物的提示词啊 要求是一个卡通美女 那有了提示词之后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一些生图工具哈 比如说这个米金利哈 米金利呢 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真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是AI生成出来的 并且米金利最新它也升级了哈 它也是现在可以啊图片转视频啊 可以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尝试一下 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这里相关的啊 这个米金利的便宜合租的链接 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 建议大家小伙伴可以来玩一下哈 这个你可以用 因为米金利它生成的图片啊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高清哈 面部上这些纹路哈 这些啊毛孔这些都非常的仔细 都能看得清楚 接下来呢 你还可以用这个APP啊 也是一个AI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啊 它叫DOPDub啊 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 制作你的一个虚拟人物啊 让他口型同步啊 这里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儿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打开啊 跟着一起来看一下 每个新手朋友进来 应该是有一个免费的额度哈 你可以啊 随便生成的一张图片 你可以把它拉进来 在这里来制作一个AI头像 可以看到他不仅可以单人啊 他还可以双人哈 可以两个人口型同步都没有问题 那除了人物之外呢 还有动物 你想让他开口说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对 想用他来制作一个虚拟人物的 可以来到小鱼的频道 小鱼之前呢 那这里给大家出过一期啊 DUT DUP啊 他可以制作一个虚拟人物 可以让照片说话 也可以声音克隆 相关链接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 感兴趣的伙伴 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还不想漏自己的声音哈 那可以使用到这个Eleven Labs 可以让他来帮你声音克隆 你想要什么样的声音 那你可以直接描述啊 可以让他帮你生成啊 这是相关链接 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那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 这里小鱼简单的教大家啊 这种虚拟人物怎么样 虚拟主播怎么样去制作啊 制作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第二步就是要加一些真人的旁白啊 创作的解说 这样才能让这个视频有活力啊 他不那么的AI 即便不露脸 那么我们也要用你自己的声音 或者用AI还原的声音 讲清楚里面的使用的每一个画面啊 比如说我为什么会选这个镜头啊 那这个转场又是怎么设计的 那么这个提示词又是怎么写的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我用了GPT写的这个提示词 那这些都可以啊 在视频里面去讲 那让这个解说也有有变的有逻辑有价值 第三点就是一个差异化的内容和一个深度的加工 那么每条视频都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性啊 也让它有独特的一个角度 比如说加入一些时操的演示啊 使用一些心得啊 或者一些案例的分享啊 让观众和系统都能看出啊 这个是用心制作的视频 而不是一个负责连贴 所以呢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那如果说你无脑的去制作这种重复性的视频 那么最后啊也会失去这种微APP的一个资格 所以我们一定要原创啊 加上自己的一些创意的想法啊 加上自己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啊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第四点像小鱼这样的一个知识 电线路径啊 把你的一个AI制作的流程啊 提示次合集 还有训练模板整理成笔记 或者一些小课堂啊 你可以开设一些小课堂 或者是一些社区服务 比如说像小鱼呢 就有一个知识星球啊 你在我的首页哈可以在小鱼的首页可以鼠标往下拉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小鱼的一个知识星球 那么你可以加入小鱼的一个知识星球 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向小鱼提问哈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知识星球里面呢 可以一起交流学习啊 共同成长进步 那它是属于一个支持付费性的一个内容哈 那么这种呢 它是平台重点保护的一个变现方式 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呢 你有一个非常强的专业哈 比如说你是英语老师 或者说你是一个美术老师 那么你还可以开设这方面的一些课程啊 可以进行一个知识变现 其实现在哈 YouTube呢 他并不是说彻底的封杀AI 而是在清理一些啊 一些古老的批量的一些AI视频 很多朋友那也会疑问 那现在AI视频还能做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啊 其实现在啊 不管是现在或者是以后 只要你去用心制作的视频呢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加入自己的创意啊 加入自己的旁白 加入自己的解说啊 千万不要去通过一些懒人途径啊 只有一个视频 那没有任何的一个解说 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哈 那只要你的内容有观点 有逻辑 有深度 就算AI也是可以赚取收益的 那所以呢 这个啊 从7月15号开始 不管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都是一样哈 一定要制作视频 制作一些高质量的视频 而不是一些低质的视频 如果说你正在做AI视频 或者说正准备进场 请务必趁早优化 把批量加模板 模式呢 改为一个原创加加工的一个模式 别等了频道呢 被贴了黄标 或者说广告收益被关 才想着来补救哈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 让我们的频道呢 变得健康啊 一些支持啊 把你更多的一些 你的专业 带给这些观众 更多的 这种用YouTube的一个政策的更新啊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去查看 我会把这个相关的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OK 感谢一直支持小鱼儿的一些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今天小鱼儿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好吗